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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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oin Bitcoin 比特币 比特币 Bitcoin is going to the moon 比特币是下一代人的房地產嗎? 根據Coinbase調查顯示 每五個美國人就有一個持有加密貨幣 川普跟計畫在選後建立比特币國家儲備 2014年華爾街推動比特币 ETF 通過 傳統金融巨頭紛紛布局區塊鏈 並且推薦高資產顧客做投資配置 你是否聽過比特币 卻不知從何入手 這其實也是我們曾經的心聲 趕快收聽有五年加密貨幣交易經驗的 千萬交易員主理的Podcast頻道 讓你輕鬆掌握市場的動態 從入門知識到實戰的投資策略 Apple Podcast好評高達4.8顆星 立即搜尋加密貨幣千萬交易員的 尼南Podcast 加入下一波財富列車 第一次委屬心 最有藝術的方式 語言是一種藝術 買單公家有藝術 嗨 大家好 我是來今天 歡迎收聽 報道有藝術 我們今天報道有藝術 好問是 我藝術 當然是帶著菜刀去流浪 江冠銘 做家 Pasar廚房的主廚 他也是民宿的主人 來 冠銘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他一開始我知道他 他在東話的時候 你看那多久以前 中文那些東話的影片 有啦 民進黨那時候 剛成立的時候 我有拍過他們紀錄片 民進黨那時候 甚至民進黨成立兩週年 有一個紀念錄影帶 那個片子是我編導的 那我去交聘的時候 是他們還在進我北路 一個小小的公寓裡面 那個黨主席辦公室 就是一個小雅房 擺一張辦公室 跟半套沙發去塞滿了 半套沙發 連一套都放不下去 放不下去 那搬到沙發的桌子 就已經靠著 那個黨主席的辦公桌了 那個黨主席是什麼人啊 那時候 第二屆是姚家 我們第一屆是江澎間嘛 那時候姚家 我一直說 剛要立東我買 我拍檢 你有事要我給你 做紀錄片我可以做 但是叫我穿西裝 打領帶上班 我沒關係 人家自己去錄影 就叫人要立東 沒有啊 那時候他一直鼓掌我立東 江澎間也笑一笑說 剛才立東好了 我買啦 就講了大概快半個小時 聊一聊 然後後來江澎間講說 姚家文講說 你知道嗎 你是頭一個 兩個黨主席推薦入黨的嗎 我已經討論很久 要把你求進來 叫你買 我買啦 我還是比較獨立 遊俠習慣了 你去我上班 跟大家開會 所以我動不下就掉了 我說你不知道 是好 你兩個黨主推薦入黨 你還不敢不要入黨 你是第一個 兩個黨主席推薦入黨 我買啦 真的喔 你很可能 那黨主席你如果代言 你很可能以後也沒有 後面以後就不會當廚師了 也不會寫書了 我們今天就不會訪問這樣的主題了 可能現在也是很慘 你怎麼知道 現在民進黨辦公室好一點 那像那種說做那種 那種 還算黨外時期 甚至剛好 成立政黨的時候 那種旋的環境 是算概念的時候 那種 剛才開放 然後到媒體完全開放 其實你一直走在比較像紀錄片 比較專業路上 有 我以前是拍過一些 人類學的紀錄片 幫中文院拍一些資料 然後也做一些 農民的 或是社會運動有關的紀錄片 也做過一些 那後來一直到97年 我記得說 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就到台中去幫人家 筹背第四台 訓練他們記者 怎麼做新聞 做節目 那後來一座公司 財務有問題 我就離開 離開以後 想說留一陣子 再回台北 因為剛住了一棟房子 房東幫我裝一台新的冷氣 一個別墅 後來 不好意思馬上搬 就一直住 住到他房子賣掉 那1990他賣掉之後 我只好搬到山上去住農社 那是另外一個開始 我想說 住在偏遠的地方 重新歸零 就沒想到 那個房子說 五年不要房租 叫我自己修 然後四年還沒有到 他們就開始趕我走 因為你修好了 對 然後後來要搬到第二棟去 然後陸陸續搬了三次家 然後到海邊來 就是第四棟 我現在開民宿的地方 是第四棟民宿 第四棟房子 是房東找我去那邊開民宿的 那我想說搬到山峡也好 因為以前住的地方荒郊野外 客人開車上去很危險 一邊懸崖一邊峭壁 然後很多喝完酒下山很危險 所以後來我再把餐廳跟民宿移到海邊來 那也因為移下來 所以我的菜開始進步 所以2011年我寫了一本書叫 《曼之曼味趴薩厨房》 這本是天下文化出的 賣了五千本 然後去年 天本很好 去年我又出了一本叫 帶著菜刀去流浪 談我這十幾年來 十年來我做的一些創意料理是怎麼發生的 那可能是因為客人想要吃什麼 或者是因為有什麼需求 我去做一套新的菜出來 那這一故事就寫在這書裡面 那這本書跟一般做菜的書不太一樣 因為我沒有課班教育 我沒有上過中廚課 沒有上過西廚課 我也沒有在餐廳工作過 也沒跟人學過 完全自己摸的 所以我的料理跟一般現在市面上的菜 都不太一樣 你可以講說要不中不西 或者講說中西合璧 或者講說另列創意 甚至有客人說 我是東方跟西方料理之間的野孩子 因為我開始做菜 有朋友本來是做給朋友吃 那時候是因為沒有錢請吃飯 所以我就自己隨便煮 那朋友好吃說要付錢 然後就開始約朋友到家吃飯 要收錢 所以那時候才開始買書看 但是我做菜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譬如西方的食譜 但是這邊沒有相對的食材 或是沒有相對的東西 我後來就把食譜拆解 就重新把食譜還原 你這個做菜 像現在有網路平台 所以很多的會跟人煮 我覺得現在有的都很清楚的 這個東西什麼肉800克 什麼糖15克 會說得很清楚 可是相較的 你會就是算自己去想 你說拆解 拆解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 譬如說我有一本書叫做 南方吹過雛同的馬賽魚湯 我也沒有吹過馬賽 也沒有吃過真正的馬賽魚湯 也沒有到巴黎吃過他們那個 名廚做的米其林的馬賽魚湯 也沒有吃過 但是我是書本上讀到 就是英國一個作家 Ease by David 到八國吃的一些感想 他有提供他哪一年吃的 跟哪一年吃的 什麼食材改變 那其實馬賽魚湯 是漁戶在吃的 他是把賣不出去的 一些雜魚 煮在一起 然後加上奶油 加上番茄 在那邊保持 外國屬於濃湯 那你這個食譜如果到巴黎去的時候 他變得把精緻化 可能用高級食材 用龍蝦用什麼東西 主持更精緻的東西出來 湯可能過濾過 或是處理過 但是我在這本書裡面 我有用一首詩 把它寫成一首詩 但是整個做菜的手法 洋蔥用炒的 炒到加糖味出來的時候 拿去燉湯 所以我又寫了一個 洋蔥清炒加糖粗 番茄细熬湯汁汁汁 就是番茄熬到湯汁汁汁汁汁 把這些拿掉來做魚汤 所以我上個月在台北 做了一個麻塞魚汤的進階版 因為這次的預算很高 有六位數字 所以我就去買了番茄化 一公克兩百塊就番茄化 然後那天我在煮菜的時候 買了大概四公斤的蔬菜 白菜什麼菜都買 把蔬菜熬成湯 以後蔬菜撈掉 用蔬菜湯去熬海鮮湯 那天吃飯的大哥都是七十幾歲的 都是總經理或董事長 都是大老闆 那他們同學會已經三十五年了 從北到南 所以台中 台北 台南 高雄 大概前面排行榜十名的餐廳 他們都吃過了 就他們喜歡吃我的菜 可能就是因為我的做菜的手法 不是江浙菜 也不是廣東菜 不是那種去羅菜 所以我的做法就不一樣 所以那天一喝湯說 哇 這個湯真材實料 然後好喝 然後一直要加湯 加到最後的時候 他說連我熬在湯底 我沒有拿出來吃的那個魚頭 我不會買一個海利亞魚頭 剁成一塊一塊下去煮湯 他說這膠質很好吃 整個吃乾淨 吃光光 那這個做法就是 我用中式的手法 去詮釋西方的魚湯 但是我把它寫成一個食譜 食譜是一首詩 這裡面沒有說 什麼幾功課 什麼幾功課 因為我是覺得說要不要加辣 要不要加鹹 要不要加什麼東西 廚師要去拿捏 通常那個師傅會幾功課幾功課 是因為他給初學者 去拿捏那個分量 對 所以你要放鹽或不放鹽 還是說你要放海鹽 還是放其他醬油也可以 所以你要硬皮 取代鹽巴也可以 所以你有很多變態的方式 或榨菜或酸菜也可以用 那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去應用這些 你譬如說煮一湯 你放點榨菜或酸菜 或加點檸檬皮 或最後起鍋的時候 加點檸檬汁 那個湯味也會不一樣 但是這個你要去試 不要莫所成規 對 那現在好問是 蔣萬明 他現在在台東的家人 那他有民宿 還有那個無菜單料理的餐廳 所以很多人會去台東 就是想要吃吃他的手料理 也無菜單料理 剛剛聽到冠明說 他也來台北 可以說量身訂做 特殊的場合 要幫你規劃 要吃什麼 說到無菜單 我們直覺就是說 好貴 不是 無菜單是這樣 貴是另外一回事 薑製菜也有貴的 很多菜也有很貴很貴的 像素食宴吃素的人 一桌兩三萬都有 你知道台北那種素食館 真的比葷食還貴 那因為他牽到用料 用料還有一些做法 無菜單 真的觀念 無菜單不是沒有菜單 是有菜單 但是你臨時再點 我再做來不及 所以沒有菜單讓你點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我譬如說我一個豬腳要烤三個小時 我不可能你來才點才開始烤 所以譬如說我做那個魚湯 我從熬蔬菜湯 從下午兩點開始熬 熬到四五點 蔬菜拿來熬三個小時 然後那個湯蔬菜撈掉以後過濾 用了湯再煮魚 那不同的魚又不同時間下 煮熟放在往裡面 最後再把湯澆進去 那湯在起鍋前 我再把環蓉花的泡的湯汁 倒進去一小杯 環蓉花要用温水泡 大概三個小時 那味道出來 那這個東西都沒辦法說 你來我用快炒拉拉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菜單 是沒辦法用點的 就是丘肉菜 所以他事情要把它弄出來 其實還是有菜單 那另外一種無菜單是這樣 就是說今天我是做海鮮的 你來一桌是五個人五千塊 還是五個人八千塊 那廚師會幫你配菜 他會找一條比較好的魚 譬如八千塊或九千塊 一個人一千五的 跟一個人一千的 可能魚就有差 他可以找一條好的魚 把它切成生魚片 那擺上來連魚頭魚尾都擺上來 魚骨擺上來 吃完生魚片以後 他把魚頭拿去煮湯 或者是他把魚的另外一半 拿去乾煎或用烤的 做成不同的料理 那這個所謂無菜單是這個廚師 但是他應用的一些手法 就是一般海鮮店 就是煎蒸烤煮炸 大概就用幾個手法去變化 你上次吃蒸的 我才改是用烤的 但還要看魚肉的特質 是不是適合炸的 還是適合用蒸的 還有客人的喜好 有客人說你給我用菜 或是用飲食 還是要用什麼去調配 還是說你上菜的時候幫他擠一點檸檬汁 或什麼樣子 所以這裡面可以很彈性去變化 那餐廳老闆或廚師知道這個客人是熟客常來 他就會去變通去處理 那這一座跟那一座可能吃的就不一樣 我們現在在訪問的冠名 其實他是拿過文學獎 誰過幾本車 慢吃慢味跟著風往前走 會一直菜刀去流浪 還有我肚子上一本跟著風往前走 還有後山新世界 慢走慢游 我已經有點搞不清楚 因為有的作家產量也是這樣 可是他還很會煮東西 他是很專業 大家去跟台東 我就聽過朋友說 他要去吃這個江冠名的餐廳 所以到底這個 中間這個轉換 他只是自己摸索 我們馬上再回來 我們現在在訪問江冠名 從台東的突然 由1997去 住台東到現在也已經15年 我從念大學就來台北了 工作也是住在台北 雖然才跑到中南部的山上 或鄉下去 那個都是出去三天五天就回來 在台北 住在人多地方 但是我是1997年下去 本來想說兩三年就回台北 後來就沒有回來 99年我就搬到杜蘭山上去 一個老房子 房子說給你住五年 不要錢你自己修理 那我開始就是修房子 因為房子十幾年沒有人住了 所以總開關電 什麼東西全部拉新的電線 然後馬上桶 衛浴設備這些要重新再整理過 房子也破破爛爛的 因為窗戶都破了 拿去補補補了快20片 這些自己油漆 自己粉刷自己來 因為那時候也沒什麼錢 所以全部自己來 所以整個房子摸索 可能要找水煉師傅來配電 那忙完之後 黃東又說他要收回去 我又搬到第二個農舍區 又開始修房子 斷斷續續修了一年 我才搬過去那一邊 那這兩棟房子 搬到第二棟更偏僻 那個地方是海拔 三百多公尺 三百六十公尺 第一棟在兩百公尺 第一棟大概一百公尺 大概就有年居 但是那一棟上去的時候 是一公里半徑 沒有半個人住 一公里半徑沒人住 最近我家民宿 最近我家的鄰居 是住到三角下一公里外 這一公里內沒有半戶人家 那一棟房子就在很姑娘身上 但是我喜歡那種生活 就是一個人可以靜下來 所以後來我寫了一本書 叫意外的旅程 那就是副標題 是我的多久良室的生活 在雲山 那這本書 最近又再版 那去年又寫了 带了拆到一句話 就寫我這十年來的 一些創意的過程 就是這次才 怎麼去應用 怎麼做出新的拆單出來 那這本書 最近的考慮要換一層英文版 可能會出電子書 在網路上面 但是這本書的中文版 我沒有上網路 還沒有上 然後 那是怎麼想要做英文版 因為大概七八年前 有一個新加坡客人 叫我吃飯做素 他看到我第一本書 慢之慢味 他就說 你這本書如果翻譯成英文的話 會成為國際大廚 那經過十年後 我又寫這本書的時候 裡面有幾道菜 應該可以讓我在世界的食不食上 留下一個先驅者的角色 譬如說豆腐跟汽紙放在一起做 豆腐器這道菜 這道菜就可以讓希望很驚訝 因為這道菜很多外國人到我家吃過 所以我那本書裡面有用很多外國人的評語 用英文寫的 用法文寫都有 我住在山上那段生活 我是覺得說 我學到很多東西 怎麼跟自然相處 那怎麼在老房子住下來 你沒有網路 有電 然後三泉水要自己拉水管 這種辛苦的生活 你怎麼去撐得過來 所以這些故事我都寫在意外的里程 你看自己住荒郊野外 他剛才說這個半径內 1.5公里 1公里 1公里 是沒有住旁的 你說這樣住幾年 住了大概5、6年 這太厲害了 這有點半隱居的感覺 在台灣這種距離 對 一般人不太敢這樣住 一般人非常住 不過冠明也很務實 他說確實不怕台北 說住在台中的高雄 他剛才到一個年齡 他想說 我如果要開始適應 我下一個階段 不得了 我要住土匪上班 我住去外面 會說我要住台東 花林 那就是要什麼面海 然後人少少的 我在海岸上走路 他說你很住 先住一個家住看看 不要一步到位 因為你可以去 如果說你想到香蕭區 你可以買那一本意外的旅程 意外的旅程 然後你沒有談到 我在山上怎麼過生活 你這本書才400塊錢 買回來看一看的話 對你來講 會吸收很多知識 第二點 你真的還想帶去台東的話 你可以先 我那邊有提供一個房子 你先住看看 住一個禮拜 先讓自己適應 那如果你可以適應了以後 你就要說 我再去找一棟房子 那這段時間你可以跟我聊 就是說你知道 江先生我有些想法怎麼樣聊聊 那等到你可以請我當顧問 就是說我的人生規劃 我大概一種東西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就花一百萬 去租個老房子 然後把它整修就好 你跟那房東簽約簽個十年 你不要去買了幾千萬 然後花在那裡 晚上啊 你也是自己住 還這樣偏遠 對啊 你說不會怕嗎 不會啊 習慣就好 因為有些人承受不了這種東西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先做long stay 你來花個五千一萬 住一兩個禮拜 人家把你整理好的房子 有冷氣 有好好可以睡覺的地方 你在遊山玩水 玩一個兩個禮拜 如果找到緣分 找到房子的話 你再問我要不要整修 或者怎麼樣施工會比較好 我們再做規劃 你這樣漸進式的話 就是說 先花個兩三萬 先去試住 然後再花個150萬 去搞一個房子 改造 享受 等到真的有緣分 再往前走 一千五百萬 兩千萬 去搞一段房子 那可以 那是 就算你到前面 任賠了事 就是我花了兩三萬 住一陣子 我不適合撤退 我料丟 你花了一百萬 休一休 撤退 撤一百 不是撤兩三千 在那裡 對啊 其實我覺得冠冕 是很 在一直在提醒我們說 有時候 人想改變的時候 他那個衝動來得很大 有時候決心就會很大 可是其實 你畢竟 你古長的時間 也不是在那裡 而且也不是 我有朋友 只要是 一世話不敢 說話不聽 他就會痛苦 那就慘了 我跟你說 你現在在台北很簡單 你說要吹 朋友打個電話 我們在哪個捷音站出口 哪一家咖啡廳 坐在那邊聊天就可以了 台東沒有這樣子 台東有錢大哥 蓋了房子以後 他們後來的結論 什麼好三好四好無聊 打電台北方 你怎麼沒有來找我 那麼遠我去 第一次他來的時候 你招待 可是你叫他每次 從台北坐火車 坐飛機過來 太累 沒有錯 第二點就是說 坦白講 我是覺得說 你去得了 搞不好你老婆 就跟你講說 你去我才不跟你去 買東西不方便 然後很多東西 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看醫院 又覺得台東醫院不夠好 那就慘了 你有比較心的話 你就不要去 但是我是說 你就見進市 先花兩三萬 先試住 幾次 你可以找不到地方 試住看看 然後看到適合的房子 再租 但是你這段時間 可以慢慢想 不要急 因為你在試住這個 一個禮拜當中 你想想 你怎麼跟自己相處 怎麼住鄉下 你不要看我書寫得 好像這樣很浪漫 問題是颱風來的時候 你就嚇得半死了 其實你都沒有 想要回來嗎 不會 我不想回台北 因為我現在 你習慣就是 我回家開車 停的場很大 不用找停車位 現在叫我進台北市 然後進地下道 然後去找車位 然後再嘟嘟嘟 車子 卡進去 開車出來 也是怕撞到柱子 怕撞到什麼 怕擦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說 那個很痛苦 我覺得說 台北出門 找車位 就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 你會有很多事情 你會覺得很不喜歡 那我們在台東 第一個 我們家那一條 前面那一條馬路 台11線 很少車子 平常之間 很少車子排在一起 除了假日以外 那有三部車 在你前面叫塞車 那宏地車也很少 那你去哪裡 很方便停車 買一買就走了 然後也不會說 但是你要習慣做自己一個生活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是一個新的生活 新的挑戰 然後我是覺得說 你可能要培養一些閱讀 或者是重新思考的習慣 不是說去那一邊 然後發呆 但也可以發呆看風景 很多地方可以去 海邊到哪裡 你來我就跟你講 哪邊海邊 但是說 你是不是能夠承受這樣的生活 不要看人家說 好浪漫 看了好像也拍電影 然後一個海邊 好漂亮 然後一個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我說神經病 你叫你一個人東北極 我走看看 太陽底下你曬看看 我說可以 清晨黃昏可以去走一走 但是不是說 你看人家說很浪漫 所以 我覺得官民很提醒我們 有時候我覺得很多對退休 還是對東部 那種場景的想像 可能是很像那個紀錄片裡面的一小段 那我們把他無限放大放大放大 好像我過去後就一直是這樣 可是我沒有去蹭蹭說 自己有可能 那真的是比較便宜 因為畢竟台東比較好 是不是大家擺攏排班來看我們 還是兩三下我們就跑出去看人家 你在台北 你大概可以跟朋友一半小時後面見面 在台東幾乎是不太可能 可能朋友很久很久才來一次 那當然你要 至於享受這樣獨居的生活 或是你要 歷史隱居的生活 你要考慮到你另外一半 是不是同意 像我朋友就講說 他要來買地蓋房子 他老婆跟人講說 你要買那種集合住宅 有警衛的 他們現在住那種大陸都有警衛 都有管理員的習慣了 都有電梯習慣了 你坐在荒郊野外 下車萬一踩到一個果實 或者是踩到一個爛泥巴 你不是一肚子氣嗎 可以 那我就只有說 你能不能適應這樣的生活 能不能享受 好 今天我們很謝謝江冠明 以及台東去都來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 出發rust 想 idée 接觸數字 uen伶寶 跟你們 沒問題 你說 你說 我們 從頭有 你們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